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石头仁准备给托尔一锤的时候 他呼叫了石头仁的名字 希望他会回复过来 不过眼见无效 他便呼唤雷神自吹回来 他将石头仁的胸口开出了一个洞 托尔对不起石头仁 他还挺喜欢他的为人的 接着 是浩克 你一直都是我心头大患 来吧 我们来干一仗 雷神给浩克姆林一举 现在 你去死吧 与此同时 神奇先生里得的一对恩典来救石头仁 这时 石头仁清醒了 他告诉孩子们 没事的 小鬼 我活得够久了 别伤心 美国队长和斯卡蒂也展开一场激战 斯卡蒂要史蒂夫求了 但队长不会去服 他手握盾牌直送史卡蒂 下地狱吧 斯卡蒂告诉史蒂夫 第一我输 你不会喜欢纳尔的 史蒂夫招受了天垂的创级 创破了身后的汽车 此时 大蛇的堡垒来到了纽约 斯卡蒂高兴的说了 父亲 你苏醒了 大蛇跳下来了 他称赞斯卡蒂做得很好 然后 大蛇开始征服世界了 他对世界说 今天是你们的时期 这时 身为地球的守护者当然是不会屈服的 复仇者集结对付大蛇 不过 大蛇也不知神人的灯 天垂之光瞬间把复仇者都震飞了 史蒂夫想让阻止却来不及了 大蛇说他们是一群鲁臭味干的小鬼们 史蒂夫把他盾牌丢往大蛇 不过 这小看他了 大蛇将拥有正经素材的盾牌狗弄碎了 大蛇开始用神力把纽约室给炸开了 这时 史蒂夫醒来 他发现蜘蛛侠在他旁边叫醒他 蜘蛛侠告诉史蒂夫 他要回去看他的家人 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家人的消息 本来这个重要时刻是不能介绍战斗力的 不过 史蒂夫答应让他回去 此时的大蛇已经不在这里了 奄奄一喜的石头人已经不醒了 这时 弗兰克林对石头人说 他本来是答应爸爸妈妈再也不用能力 这一次他要使用的 他将石头人起死回生 他的能力是修正现实 创造平行宇宙的能力 托尔耳浩克一战 托尔对他说 我没法打败你 你知道的 我一直办不到 这时引出浩克的本体 他冷笑说出 我知道 随后托尔挥动神锤 你确定吗 托尔人锤合一状态之下 把浩克打出了外太空 而浩克降落在吸血鬼德古拉的地盘 过后我会解说 浩克大战德古拉的故事 托尔占领了 他说 来日再战 班纳 最后 托尔也是尽力了 他也坚持到最后倒下 这时 引演问史蒂夫 自主侠去哪里 史蒂夫回答 他回去了 引演问史蒂夫 你怎么能 为什么 史蒂夫叫引演看看周围吧 我们 要输了 英雄们要输在大手的恐怖之旅 如果你想知道 接下来故事就按赞和分享 出去然后订阅我 你们的存在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你们的收看